小丁台是五间新闻 法国逐步解封 9号起开放 完成接种的外国观光客入境之外 巴黎迪士尼乐园也重新开放了 第一天就吸引大批的民众 等不及要重回欢乐魔法世界 而16号法国当局也宣布 解除了室外口罩令 法国民众当街拿下口罩 在镜头前露出开心的笑容 节奏感十足的音乐 米奇米尼热情跳舞 等了将近八个月 法国巴黎迪士尼乐园终于重新开园 大批民众等不及 连炮带跳就往人内冲 迫不及待重温童话魔法世界 有民众和一年半不见的家人同游 感动到说不出话 远方不敢大意规定入园 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并且保持社交距离 近来法国疫情缓和 上周每日新增确诊人数 约在三千到五千人上下 比起四月高峰期 每天新增三四万例明显下降 16号当局宣布 室外不强制戴口罩 但像迪士尼乐园 这样人潮聚集的场所 口罩还是不能拿下来 另外现行晚上十一点后的宵禁 也将提前到二十号解除 一群学生迈开脚步往前冲 意大利游乐园也快为一年三个月 重新开放 大小朋友终于可以搭上各种游乐设施 享受刺激和速度快感 远方也期望 越来越多人接种疫苗后 下个月可以再放宽入园人数限制 是零万编译